其实娱乐圈里面有很多的明星 会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自己创建一个工作室 不再听别人的调配自己当老板 像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就比如说杨幂他就是其中一个 他开办的工作室 在这个圈子里面很有名气 而且他也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 他的工作室签约了很多的艺人 而且这些人在他的帮助和照顾下 很多人都被捧红了 比如我们现如今大家都非常喜爱的热巴 高北光和张彬彬等人 这些人我们大家肯定都认识 因为几乎只要是杨幂拍戏 那么他们就会在这部剧里面出现 他们现如今的人气都非常的高 可以说杨幂他真的是对自己旗下的艺人很负责 但是尽管是这样 秘密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他旗下的艺人都给捧红 因为毕竟不是有了资源就能直接走红 还需要看自身也没有实力 所以有好几个他旗下的艺人都纷纷和他在一起解决了 不过大家对这几个解决的艺人态度完全不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秘密工作室第一个和他解决 他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女艺人 她的名字叫做肖雨雨 她出演过一些作品 但大多是但是一些配角 虽然她也和很多的大牌明星们在一起合作了 但是就是一直没有红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住她 而且她之所以会和秘密解约是因为她认为公司不给她资源 而且她在解约之后还说了一些公司的坏话 所以对于她的解约大家都是她是白眼狼 认为她毕竟之前在秘密的工作室里工作过 而且秘密拍戏也会带着她 只是她自己不争气 没有实力让大家记住她 所以对于她离开公司后说公司的坏话 很多的网友都是非常看不起她的 而第二个和秘密工作室解约的是女艺人王一飞 她也是一样在这个圈子里面没有什么名气 大家谁都不认识她 她虽然出演过很多的作品 但是都是一些配角 不过她的颜值还是挺高的 而且她在解约的时候也是非常低调的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她只是安安静静的离开了公司 非常的风平浪静 而且她最近还在电视剧《香蜜》里面出演了一个角色 戏份也不少 她演的也很不错 相信她继续这样保持下去 未来一定能够活起来 最后一位就是我们大家喜爱的李希瑞了 对于她大家肯定熟悉 她当初在《翻译冠》里面饰演秘密的闺蜜